上傳楊貴妃沒有死,流落到了日本。 日本著名女影聲山口伯衛2002年接受記者訪時, 曾經人地表示,我是中國楊貴妃的後代, 經調查發現山口伯衛早上姓楊, 是浙江三門楊明州在日本山口一系的後約。 1998年2月,日本古堅和山口家族 從入三門遠沙漏鎮溪頭羊石林楊是中譜, 正式認祖歸宗。 楊貴妃又稱楊玉環,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據史料記載楊玉環之則封嚴,善歌舞、通音律。 唐原宗也徵通音律,並善於作曲, 他以仁被指是大堂首屈一字的音樂家、指揮家、舞蹈家。 據明王集錄記載, 原宗處理國政後,會親自教太常樂公的三伯子弟演奏詩竹之樂。 由於是國軍親自教授,所以這些樂公也被稱為是皇帝的弟子。 這些皇帝的弟子被安置在宮廷禁院的李源。 李源,用現代的話講,就是皇帝親自開設的藝術學校,由於規格非常高。 當時詩仙李伯、何之章、共孫大娘等,都曾在李源擔任教授, 後世雅就以李源作為歌舞藝人表演的專程。 在唐原宗創作的大量樂曲中,最被後世稱道的是《危常與依曲》, 此曲是大堂法曲中的精品。 法曲最早是因用於佛門召開的法會而得名, 曲調非常清零飄逸淡雅。 唐原宗非常酷愛法曲,在李源親自教三百樂曲演奏法曲, 這首曲子還有一段非凡的來歷。 據《太平音記記載》、傳說, 道士羅公園在中秋夜陪同唐原宗上遊月宮。 原宗在月宮中看得數百名仙鵝數練歡意,舞於音庭。 原宗問這是什麼曲子? 仙鵝回答月是《危常與依曲》。 原宗憑著他的高超記憶, 記住了者首舞曲, 次日清神命靈隱惹樂計, 按照聲條抱曲, 並同樣命名為《危常與依曲》。 有楊貴妃陪爾舞道, 稱之為《危常與依母》。 此舞可以獨舞,或雙人舞,或裙舞, 危常與依母舞起來非常飄逸輕盈, 舉手頭竹間都透著仙家風範, 猶如仙鵝在燕人間。 非常令人驚嚴,此舞陰全民間後, 也深受大唐子民喜愛。 大唐詩人百居易,有詩稱讚此舞, 千個萬舞不可索, 就中聚愛危常舞。 原宗與貴妃情愛微督, 在歷代帝後間實屬罕見,相傳, 有一年在華清宮的長生殿。 正值7月7日黑巧節, 唐原宗和楊貴妃避開眾人 在這女仰望牛郎職女異性, 雙雙跪拜,發下誓言,人壽難招。 但願我們世世生生,永為夫妻, 過了今生,還有來世。 詩人百居易,為唐原宗和楊貴妃的長生殿之藥, 寫下了永不留的詩篇,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之, 參見之自通,隨著楊玉環的受寵, 三個姐妹都封為國夫人,權勢顯客。 楊貴妃的唐興楊國宗更聲為宰賞, 總攬朝政,無惡不作,大唐天下, 成了楊家的樂園, 造成了楊朝政治腐敗的局面, 從而導致愛戚禍國, 也最終為楊玉環招來殺身之禍。 天保十四年, 七百五十五年十一月, 邊鎮截道史安陸生和報將史詩明率領十五萬人馬, 以討發楊國宗為名直賭長安,爆發安史之戀。 消息傳來,唐原宗經孔晚婚, 誰與楊國宗帶著貴妃姐妹, 及一部分王子王孫和近世, 大臣小小打開北宮門, 往西直賓淑郡,今四川而去, 行至陝西興平之西馬危亦時, 隨從護家的禁軍忽然嘩變, 他們首先殺死了楊國宗, 有團團圍著唐原宗所在的逆石, 要原宗交出貴妃, 面對刀槍出朝的軍事, 原宗甚至大勢已去, 已救不了自己的愛妃了。 不過,他不忍讓貴妃慘遭示眾的逃藥, 在與貴妃一筆成聲地抱頭痛哭一場後, 他賜給貴妃三呎百寧, 讓高歷史把他帶走, 毅死在一間佛堂前的李樹上, 其是貴妃年僅三十八歲, 不過,至唐代就有傳言稱, 楊貴妃並未死於馬危翼, 而是流落於民間。 當了女道時, 如白居易長恨歌中記載, 無旋地轉回龍域, 到此籌籌不能去馬危波下泥土中, 不見玉顏空死處。 月的事平半後, 園中游宿返長安, 途經楊貴妃逸死處, 愁處不前, 捨不得離開。 但在馬危波的泥土中, 已見不到他的屍骨, 園中後來有差方事尋找, 上窮逼落下黃泉, 兩寸茫茫皆不見。 白居易宰謝女陰時, 貴妃寄未先去, 也未命歸黃泉仍在人間, 時之更代, 余平伯先生在論詩詞曲集著中 對白居易的長恨歌和陳紅的長恨歌轉作了考證, 他認為白居易的長恨歌陳紅的長恨歌轉之本義, 蓋令有所長。 如果以長恨為篇名, 寫字馬危易已足夠了, 何必還要在後面假設臨窮道士和玉妃太真呢? 余先生認為, 楊貴妃並未死於馬危翼。 當時陸軍話變, 貴妃被劫, 拆殿毀地, 師忠明言唐元忠救不得。 所以正使所在的似死之趙子, 當時決不會有陳紅的長恨歌轉所言, 使人牽之而去, 是月楊貴妃被使者牽去藏匿遠地了。 白居易長恨歌月唐元忠回聯後, 要為楊貴妃改葬, 結果是馬危波下泥中土, 不見玉顏空死處, 連屍骨都找不到。 這就更證實貴妃未死於馬危翼。 值得注意的是, 陳紅作長恨歌轉時, 唯恐後人不命, 特惠點出, 誓所知者又元忠本己在。 而誓所不聞者, 金泉又長恨歌, 這分明暗示楊貴妃並未死。 關於楊貴妃的下落, 在日本也有種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是, 死者是替身, 楊貴妃則逃往日本的山口縣大樽棍 游谷亭九樽, 替身是個侍女, 君中主帥陳元禮愛蓮貴妃貌美, 不忍殺之, 於是預告歷史密謀。 以侍女代替, 高歷史用車運來貴妃屍體, 查驗屍體的便是陳元禮, 因而使此計成功。 而楊貴妃則有陳元禮的親信護送男徒, 大約在金上海附近楊帆出海, 到了日本遊谷亭九樽, 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電視觀眾 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譜。 月她則是楊貴妃的後人。 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 也自稱是楊貴妃的後藥。 據說, 唐玄宗平定安市之亂之後, 曾派方氏出海尋找, 在九樽找到楊貴妃後, 方氏還將唐玄宗所贈的二尊佛像交給了她。 楊貴妃則贈玉簪作為答禮, 這二尊佛像現在還供奉在日本的九樽院內。 楊貴妃最終死於日本, 葬在九樽的院內。 至今當地環保又相傳為楊貴妃墓的一座五輪塔。 五輪塔是建在楊貴妃墓上的五座石塔。 楊貴妃墓前有二塊木板, 一塊是關於五輪塔的說名, 一塊是關於楊貴妃的說名。 上面寫著, 充滿迷惑浪漫色彩的楊貴妃之墓 關於唐六代元宗皇帝愛妾楊貴妃的傳說。 甚至有一種離奇的說法認為楊貴妃並沒有去日本。 而是遠走美洲, 台灣學者毅罪然在中國人發現美洲一書聲稱, 她考證出楊貴妃並未死於馬危液。 而是被人帶往遙遠的美洲, 民間傳說楊貴妃死而復生。 這反映了人們對她的同情與懷念。 然而實際上, 楊貴妃極有可能死於馬危液。 高歷史外傳認為楊貴妃的死是由於一時連楚的緣故。 換言之, 陸軍將士憎恨楊國中, 然把楊貴妃牽連進去了, 這是高歷土的觀點。 因為外傳是根據她的口述而編寫的。 而且從馬危液事變的形勢來看, 楊貴妃不死, 唐原宗也是很難交代的。 楊貴妃自日之後, 屍體由佛堂運至驛站, 置於庭院、唐原宗還照陳元禮等將士進來厭看。 楊貴妃死在馬危液。 新唐書與通等史籍記載明確。 唐人筆記雜史如高歷史外傳唐國史寶、 明王集錄、安陸山時跡等, 雅是如此大美人楊貴妃在中國歷史影響深遠。 就算在清朝, 我們都可以從一些故事找到楊貴妃的蹤影。 漢氣年間,1662年到1722年, 有一個叫亡全的道士, 原是湖北武昌府的一家名門子弟, 幼年時失去家人, 為避亂, 進奴山造了道士。 亡全為人性情豪爽、 灑脫、 酷愛讀書、 喜歡飲酒、 擅長或脈足。 尤其精通彈琴, 每每遇到上城的名琴, 她都會花大價錢買下來, 以至經常為此去典當運錢。 後來亡全聽說, 在河南新安縣, 有一個叫吳慧龍的富商。 收藏有很多名琴, 便帶著乾娘前往拜訪, 富商見亡全, 隨身渠帶著古琴而來, 便問, 到人也擅長彈琴呀? 亡全回答月。 彈琴可以說是我一生的罪愛, 遺憾的是一直沒能遇到一把名琴。 隨後他指了指手中的古琴說, 這是宋朝成相假似到奇者假似, 是宋李中的貴妃家的琴, 我花了五百兩銀子才買下他。 然而也並非上品。 我聽說先生收藏了很多古琴, 所以不謂長途不攝而來, 不知可否刺我一看。 富商卻與亡全談論琴你, 亡全給他詳細講述了歐、 撥、挑、踢等手法, 有很多精妙的見解, 富商一時不能全部領會, 便請亡全彈琴演示, 及予指教, 亡全解開琴囊, 便彈了一曲水先操。 吳慧龍正今危坐, 恭敬地傾聽, 指覺進入了憂心的山林, 又好將置身於 起伏的海途之中。 這樣吳慧龍讚嘆不宜, 亡全停下琴, 笑了笑月, 此釣從百牙全到溪康, 名叫陰靈省, 所謂觀徒廣寧者也。 溪康死後,此釣已絕跡, 我只是憑著自己的感覺把他彈出來罷了, 吳慧龍於是拿出他所珍藏的 十多張琴吸亡全看, 但都很一般。 最後一張琴, 試用金貓正作琴肺, 以龍干石作琴枕, 背面橫刻著穿雲意志。 只見此琴質理枕密堅額, 色調古額, 一看就試一把曠世真品。 亡全愛不適守, 請求用自己的琴交換穿雲琴。 吳慧龍不同意, 他再加五百兩銀子, 吳慧龍還是不同意, 並哭仆人進來把琴收了起來。 亡全只得起身, 躊躺地走了出去, 想去向漢門人打聽些情況。 漢門人說, 主人也只是富庸風雅霸了, 並不是真正能鑑賞。 今天聽到你如此評價讚賞謝章琴, 怎麽能再用錢打動他呢? 。 沒過多久, 一天晚上, 他對瘀毒飲, 想到所大的銀兩, 已快用盡, 而寶琴中不可得, 不由落下淚來。 這時, 他忽然聽到牆邊陰暗處 有木骸的響聲, 一個風之卓躍的女子, 含笑酒料過來。 月, 如此良神美景, 為你清歌伴酒, 易解寂寞, 可以嗎? 亡全驚訝地問女子從哪來, 女子說, 不要追問, 不會給你帶來禍滑, 說完從為女拿出黃牙拍板, 唱了一曲琴森, 陰雲淒遠, 故盼生之。 亡全連喝索杯, 竟然醉賭在床上, 等亡全醒來, 看得從窗外斜射進來的月光繞結明亮, 女子還坐在燈前。 於是亡全趕快起來, 催促女子回家就慘。 女子月, 我亦不是私奔者, 自從被你看中, 覺得人間還有忠意郎, 繼而又知道你如此情深, 所以背著主人出來了, 將以此身相託。 即使是你心中的事, 或許還可以給你出出主意, 沒想到你如此拒絕我, 說完, 用就只擦遮眼淚, 忘存動了心, 給她講了自己流連在此地的原因。 女子月, 這事很容易啊, 忘存極其興奮地月, 既然這樣, 那麽今夕願為情死, 此時已是深夜。 不久, 傳來一聲了叫, 女子急忙起身說, 我們兩人怎麽還能留在這裏, 忘存月, 負傷的琴還沒得到, 還不能走。 女子笑著月, 我們走, 不用擔心。 然後, 從長角拿出一個小箱子, 從裏面拿出道姑的衣裙, 母子和鞋穿上, 催促忘存趕快, 二人打開後門走了出去, 中途二人進入一個村店, 買吃的東西, 店裡已經有一個道人在。 忘存行禮, 與他攀談起來, 兩人談到道發二里的高森園廟之處。 忘存邀請道士共飲, 女子就回避開了。 這時, 道人小小對忘存說, 跟隨你的年輕道姑不是人。 今夜共枕時, 我在門外作法, 你一定抱緊他, 不要放手。 忘存當晚按照道人所說的, 結果, 抱在懷裡的最後, 卻是一張錦, 正是父相所珍藏的那張穿雲錦, 忘存帶起, 拿去吸道人看。 道人穴, 此是楊貴妃為留下來的琴, 傳到南宋你終時被拿去陪葬, 後來被道母的楊年真家所得, 輾轉至今, 只有你才能保得住, 贈得住他。 由此可見, 古今神物, 最終必定不會流落在凡夫俗子的手中。 但你以後也不可以再到爐山了, 忘存突然聽到人這樣一說, 彷彿從夢中醒來, 於是起身再次拜祭, 隨後帶著琴進了中南山, 再沒有回來。 我們今天來看, 忘存到是, 作為修行人, 破了色界, 這是最嚴重的是, 以前收到的法門, 犯了色界, 不容餘, 定會被逐出山門, 不能再修了。 修行人, 修什麼, 不就是要放淡, 放下執著, 反本歸真嗎? 他之所以能夠精通琴藝, 能夠領會到超越世間的東西。 其實都是人修煉到一定層次後, 所展現出來的超常的能力。 佛家說, 萬物皆有靈性。 老輩人也說, 古物時間長了會成精。 一方面, 忘存強烈的執著招來了妖精。 另一方面, 從更久遠更高深的時空層面來看, 不知忘存與這個琴精是否有什麼更深的淵源。 所以那個道人說, 非君不足當此物, 只有忘存採陣得住此琴。 不過, 因此犯戒毀掉自己的道行是極其可惜的。 不知後來忘存是否痛下決心, 再從頭開始修行, 是否能夠守住心性, 一靜壓百邪, 放下對琴的執著, 那麼這將琴成為他的法器, 也就是信你成章的了。 結論應該這樣說, 楊貴妃易殺於馬危翼, 史料是比較詳實的, 且已得到公認。 但是, 楊貴妃出途當女道士和亡命日本的說法, 亦然之成理, 正之有據, 不能輕易地否定。 這一次都有待於新的史料法國, 來為我們解開這個謎團。 焦點視頻開台已經踏入第五年, 非常多謝大家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將會在8月3日舉行五周年的網聚, 整個活動我們會邀請很多位的開運專家, 名人嘉賓和主播出席, 和大家一起玩遊戲, 打合招和吃晚餐。 暢情如下, 日期是2024年的8月3日, 星期六, 時間是晚上6點至9點半, 地點是西九龍中心的7樓, 而費用我們分兩個, 一個是398元基本, 以及688元禮遇, 禮遇級別可以確保入籍一定是坐得比較前的位置, 以及會得到活動福袋一個, 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焦點視頻搞活動, 最喜歡的人人多野酒, 年初開運鬥已經派了超過100份禮物, 今次台慶秋獎更加預約了超過200份禮物, 以及現金獎送出去, 保證人人又吃又吃, 記得掃右上角二維碼, 立即了解和報名參加, 明額有限, 先到先得。